门窗都得关好 这不是要是破不了案 再出现这样的类似的系列案件 让老百姓心里非常恐慌 我从我的办公室 每天要上局长的办公室去无数趟 只要不要分局那楼里一走 同胞人们就问我 啥是个案 我问你多难受啊 因为我说 打到厕所 因为因为我没破案 将来我都没法对朋友 对我的后来说 因为你夫妻无能破了这案 老百姓被害了以后 我们没有办法去破这案 这种压力之下 这个第五起案件还是发生了 对 尽管是这样 恰恰又发生了第五起案件 那么我们呢 也是由最初参与破案的四百人 增加到七百人进行主动 而且这七百人 把整个的侦查的信息 集约之后 又调动六个分局的干净 没有这七百人 所带来的信息 去做支出工作 应该说 接近两千人 在打一个 集约的这么一个战役 最后的这个突破点 在什么地方 我们根据现场的实验 还确定了这个人的身高 体重 我们还确定了此人 在暗后 曾经用过死者的通信 公众 往家里打过电话 还有 他第一次现场 并没有得逞 但他就扔下一个头套 现场那个头套里面 有他的分泌 分泌的东西 像汗水 还有他的头发 借于这几个条件 我们摸上来的犯罪 嫌疑人 整个的锁定排查 更重要的是 我们搞了DNA 对他进行发现 最后锁定在 一个叫许贵柱的人身上 所以案件 经过53个周夜 得以破获 算不告负 531事业杀人案的破获 在王立军的警察生涯中 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王立军通过此案 完成了自己的角色转换 以一个冲锋在前的 一线指挥者 转变为运筹帷幄的坐镇者 从永道志的演变过程中 王立军又找到了 一个新的起点 那以后的警察人生 又掀开了更灿烂的一夜 那么王立军 这么多年来 您是从一名普通的人民警察 现在是成长成为 肩负保卫一方平安 神圣职的一个公安局长 同时我们注意到 在您的这个经历当中 您除了在一线的这种 公安工作以外 同时还担任着 一些教学工作 比如说您同时还兼任着 一个心理教研室的主任 还有平常的 给这些警察学校的学生来讲课 那么在这么多这个工作当中 您是怎么样 处理好彼此之间的关系 我所做的这些工作 应该说和我的职业 是有内在的一些联系的 我们这个公安工作 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发展 这是随着社会的大环境 那么人们的文化水平 人们的生活质量在提高 也要求我们的警察的 各项素质必须提高 那么同时犯罪分子的 犯罪手段 也在高智商 智商化 智能化 现代化 那么警察还仍然出于那种 原始的粗状型的 中水平的 那种图案水平 或者侦查图案方式 是远远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那么也远远的 已经不能适应 现代犯罪的这些手段 我想就作为我们公安队伍 应该充实自己的文化 提高自己的科技含量 那么我所做的 无论是去一带大学 去当课头教授 去讲学 还是我带学生 还是我作为心理现场研究师的 去担任这个主任 我想一方面 是为了把这种 科学技术转化为 警察的 我们队伍当中的生产力 那么另一方面 我也是在补充 完善我自己 注目提高的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说 从今21年来啊 王立军走过了 风风雨雨的职业生涯 他曾无数的犯罪分子 打过交道 也遵破过各种各样的 刑事案件 但是呢 在王立军的心中 一直有一个很敏感的情节 这个情节呢 就是 有一次王立军在这个 办案期间 他母亲病危 连续三次给他发电报 但是呢 他都没有能够 及时的赶回去 最后去见上老人家一面 那么王剧长 当时是在一个 什么样的情况下 为什么最后 没能和老人家 见最后一面呢 因为当时我呢 是作为基层一线的一个大队长 正在很远的地方军谱 那时候唯一的通讯方式 只有是拍电报 或者那种有限的电话 我和单位失去联系 只有呢 一两个人在外边 进行单兵作战 那么电报来到之后 我就往回打电话 他们才能找到我 因为我是在军谱的 整个的大跨路当中 他们不知道我在哪里 所以当我在返回局里的时候 虽然把犯罪分子抓回来了 但是我看到了 其实三封电报 第三封告诉我 告诉我的时候 就是母已够 后世已料理 不必再回 所以当时 真是感觉到 作为一个儿子 没能为母亲送送 没能见到我的侄子 那么这种情况下 可想 因为我还是少是民族 对母亲的这种眷恋 就是我这里 一种孝敬的这个心情 难以记住 无论是荣誉困惑 还是升迁 王立军始终都没有忘记 自己是一个铁路工人 和纺织女工的儿子 是一个从内蒙古 阿尔山深处 走出来的蒙古族青年 他铭记着自己的职责 就是要为社会 做出奉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西医院》 杨栋梁 《西医院 杨栋梁》 杨栋梁 《西医院 杨栋梁》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